大家好 今天我做一個香菇芝士焗薯 最好用來做拌菜 吃西餐很多時候都需要些薯菜 食驗了薯條、薯蓉 有時試一下焗薯也是很好吃的 你可以配襯不同的蔬菜或者主菜 做方法很方便的 我是掃口仔媽咪 這些材料你可以截圖慢慢看 今天用小的薯仔做配菜焗薯 薯仔我先蒸了20分鐘 剝皮 有些大啡菇 沖一沖然後切 有香料 有些什麼呢 有孜然粉 黑胡椒 紅甜椒粉 玉桂粉 還有會香粉 還有一些糖 我們就倒進去 去薯仔裡 剛才 還有乾蔥碎 其實份量很隨意 多多少少都沒什麼所謂 那些大啡菇 切片或者粒 你喜歡的大小 不用大啡菇 用普通蘑菇也可以 把牛奶 隨意等到上面 如果不想要牛奶 可以用豆奶 或者杏仁奶 只不過是想有些水分 其實最後都會蒸發很多 只不過想焗的時候 我不想乾 有些水分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 放上牛油 牛油煮的時候會融 現在不會融 這個很簡單 接著就放些橄欖油 鹽 你可以現在放一點 吃之前也放一點 或者直接吃的時候才放也可以 如果你有其他香草 你想放的話 也可以時候放 我這裡有些雕草 我也放一些 這個可以做配菜 你吃炸素雞腿 炸豆腐 或者其他的沙律 你都可以配搭 我又會放些蒜鹽 其實就是有鹹味的了 接著就拌勻 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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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仔 你可以壓扁少少 因為我是蒸了一陣 我蒸的原因是想它很容易撕皮 因為你這麼小顆薯仔 如果你走去批皮 那就沒有了很多肉 已經夠小顆了 所以我就蒸了它 讓它緊緊撕皮 待會煮到它軟 其實都是在焗爐裡的過程 如果不想這麼大顆 你可以用小顆也可以 然後最後就加點奶 倒到大約薯仔 一半那麼高 然後我會加點芝士 如果不吃芝士可以不加 其實可以焗到一半才加芝士 看你自己喜歡 因為我不會很高溫的焗 我180度、190度的焗 慢焗 所以也不會焗得太快 大約焗9個字 半個小時後 可以檢查一下它軟不軟 到9個字就一定會軟了 表面的芝士可以焗得很香脆 下面還不會太乾 因為我加了奶或者有些水分 讓它下面也是軟 最好就是你可以一早預備 吃之前的一個小時才拿出來 然後焗 半個小時至45分鐘 又不用看火 不用煮其他菜 你要在旁邊不斷攪拌 看著它有沒有煮焦 這些放進焗爐焗的東西 就是最方便的了 當然可以配襯不同的主菜 或者它也可以做成主菜 因為它已經有味道 你用來配沙律、雜菜 已經是一個很豐富的一餐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介紹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如果不我有新片 你不知道的 多謝你們 拜拜